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 我是徐志强牧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在上帝面前富足 这时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这段经文 是对我们的人生很有提醒的一段经文 里面提到有一个人来请求耶稣 来为他处理跟哥哥分家产的事情 那耶稣如何回应这个陌生人的请求呢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 第十三节这边开始说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他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可是今天这个陌生人来找耶稣帮忙 可是耶稣好像并没有帮他 因为这个人来跟耶稣求的 是一件比较不好处理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跟他的哥哥分财产 也就是说处理他们家的家庭纠纷 那我想各位弟兄姐妹 你如果有处理别人家庭问题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夫妻吵架 有时候婆媳之间的问题 有时候亲子之间的问题 好像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好像都是出于情绪 或者出于其他感受上的问题 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机会帮别人处理家庭问题 你会发现 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 因为家庭问题通常都不是对错之分 而今天这个人来找耶稣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来找耶稣 处理家庭问题 那如果耶稣真的去处理了 我们不晓得会不会处理到最后 两边都不讨好 因为家庭问题是很难处理 也就因此我们华人才会有一句话叫做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清官难断家务事 有时候你去帮人家处理家庭纠纷 可能到最后两边都不讨好 而今天这个人来找耶稣处理家庭的问题 各位你想想看 耶稣如果去了会有什么后果 会处理的皆大欢喜吗 还是处理到两边都不讨好呢 那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人来求耶稣处理他跟他哥哥分家产的事 那各位你想想看 假设你有两间房子 然后要分给两个孩子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孩子一间 可是你想想看 你有可能拥有两栋房子 这两栋房子是一样的大小 一样的新 一样的等值吗 通常一个人如果拥有两间房子 一定是一间比较大间 一间比较小间 一间比较新 另外一间比较旧 一间价值比较高 另外一间价值比较不高 那这个时候要分给两个孩子 一定是有一个人拿得比较好 另外一个人分得就比较差 如果这个时候 孩子都要互相计较 互相争 那就完全没办法摆平 如果他们没有人愿意忍受 吃亏 那这件事情永远处理不好 所以今天这个人来找耶稣 耶稣对于这个事情 他不想去碰 但是借着这个机会 借着人家来请求他的这个机会 耶稣教导了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也就是说 这个人来找耶稣 希望耶稣帮他解决问题 但是耶稣并没有帮他解决问题 耶稣只告诉他一个观念 当你接受了这个观念 你再回去处理你的问题 什么观念呢 这个人他所看中的是分家产 希望分得比较多 但是耶稣告诉他说 第十五节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当有人请求耶稣处理分家产的问题 耶稣就告诉大家这样子的经文 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讲完之后 耶稣接下来又用一个比喻 比喻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他想要盖更大的仓库来收容他的财产 可是没想到 半夜主耶稣就要他的灵魂回去 所以凡为自己积财的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 所以主耶稣的话当中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 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走到尽头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一毛钱都带不走 所以你要拥有世上的富足 还是你希望在上帝面前拥有 属灵方面的富足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 让我们知道 人的一生当中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生命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时想要赚钱 于是就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 在上帝的眼中 也许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各位你想想看 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安息回到天上 上帝会问我们什么问题 他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 他会问你奉献了多少钱给上帝 当我们到了天上 上帝也不会问你住的房子有多大 上帝问你 你这一间房子里面接待了多少客人 将来我们到了天上 上帝也不会问你住在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社区 他会问你 你如何对待住在你旁边的邻舍 将来我们到了天上 上帝也不会问 也不会问你的职位有多高 上帝会问你 有没有发挥他所良给你的恩赐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免去一切的贪心 让我们所追求的 是在上帝面前有富足的生命 而不是只有追求地上 这些金钱财富的满足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所以我们对金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们对于金钱的使用 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我们要做这些财富的管家 而不是被这些金钱所捆绑 我记得18世纪 英国教会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督徒正确的 一个金钱观念 他提出说基督徒要怎么样看待金钱 要尽你所能的赚钱 要尽你所能的省钱 最后要尽你所能的奉献 他提出了这三点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可能你也听过 你也觉得这三点 真的是讲出我们基督徒 对金钱的正确看法 尽你所能的赚钱 神给你有恩赐 有赚钱的机会 你就尽你去赚 因为这是神粮给你的 然后尽你所能的省钱 就是不要浪费 不要做那些奢侈的享受 第三 尽你所能的奉献 神给你这么多丰富的资产 是要你拿来跟别人分享 而讲出这样话语的传道人是谁 就是卫理工会的创始人 约翰·卫斯利 约翰·卫斯利讲说 要尽你所能的赚钱 尽你所能的省钱 尽你所能的奉献 这是约翰·卫斯利提出来的金钱观念 而约翰·卫斯利 他自己确实也是 照着这样子的观念 在使用他的金钱 在约翰·卫斯利的日记当中 他有提到他是如何使用金钱 约翰·卫斯利 他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当中 父母总共生了19个孩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他的家境并不是非常的富裕 当牧师要养十几个孩子是非常辛苦 所以他小时候过着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家里不怎么有钱 所以当他到了牛津大学读书之后 他就要开始工作赚钱养活自己 那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说 他第一年开始工作的时候 上帝给他够用的恩典 让他赚了30英镑 他留下28英镑给自己生活使用 剩下2英镑他捐出去帮助别人 第二年 上帝给他够用的恩典 让他赚到60英镑 那他留下28英镑自己生活使用 剩下32英镑 他分给有需要的人 到了第三年 他日记上写说 这一年上帝给我够用的恩典 让我有120磅的收入 我留下28英镑 我拿92英镑去帮助别人 到了约翰·威斯里80岁的时候 他在日记上这样写说 上帝给我够用的恩典 让我这一生能拿3万英镑去帮助别人 而我还是过28英镑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所赚的钱 除了留下一些自己生活需要的以外 其他都奉献出去 多去帮助别人 而当他1791年被主接去的时候 他享年88岁 他留下什么 他只留下一些属灵书籍 讲道的衣服 还有一些小东西 还有什么 还有他留下数以万计的 魏离公会的信徒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约翰为自己在地上没有什么资财 但是他在天上非常的富足 非常的富足 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榜样 也是主耶稣所说的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 要积财宝在哪里 在天上 所以今天有人来求耶稣 帮他解决家庭的问题 这个人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 很可惜 他跟耶稣求的 是耶稣认为最不重要的 如果这个人来跟耶稣求永生 求真理 求如何得救 那耶稣一定会告诉他 如何得到这更好的福分 可是他求的是最不重要的财产的问题 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说 要我们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乎你有没有接受这位爱你的耶稣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于你的生命 有没有活出上帝要给你的美好样式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得着这富足的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照着今天的话语 你提醒我们 不要追求世上的金钱财富名利 这些都会过去 你要我们更加的来追寻这永恒的真理 让我们追寻这永生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免除一切的贪心 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里面 得着更丰富的生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